欢迎大家收听天缘解物 大家好 我们录音时间风雨飘摇 这个时间如果有风有雨期都不出奇 都会踏入夏天 但是现在好像看到开始爬龙洲 这么早? 开始是练习 练习就是练习 看到就是未吃五月种 寒衣未敢送 但是现在夏天早热了 早也很重要 以前四月都 如果是中旬都未试过这么热 也未试过三十多 就是去年已经不同了 那种热法不是普通的热 是很异局 是在八月的时候 那种盛牙时候才感到 但现在已经提早了 所以我想今年夏天 应该几热的 即是一热就火旺 所以我们今天看看立下八字 有没有火? 有很多的 有两个字火 五月五日就立下了 早上早上是晨时的一刻 八点钟左右开始 整个立下八字夹神 几字月几字日 没有晨时 其实我们经常说 立春、立下、立秋、立冬都有它的八字 一个立四季的八字 就是代表那一季三个月 例如我们也说 立春八字 夏天春夏时间 一些叫做小阳春在地产市 都是自从撤立之后 交投是暢旺了 但无助楼价升幅 你知道最新的统计数字 我们的负资产? 三万多重 这个代表什么呢? 代表表面好像不错 其实内内很多人都比较悲哀 意思是说 很多人出货 出货的楼价就是因为跌出货 甚至看到楼价跌多少成 蚀样等等 是有交投 卖到那些又没事 没错 买了的时候 现在还在供的那些 有点 你这些人越出货 就越大 是 还有 诚哥很厉害 诚哥不断减价 正想说 诚哥看到地产市 他就要不断减价出货 经常都说 香港的 诚哥是一个指标 你怎样跟他对赌 有人跟他对赌 有人跟他对赌 结果 那就拜拜 是 所以这件事 你最重要 谁不用信 信 诚哥 他做甚麽 你做甚麽 但问题是 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跟着他做 这是各下的问题 但一件事是 我们从立下八字 其实 一些端艺 都可以看到 例如 好像这个八字 立下八字 地之神字 神字 刚合一样 如果在方位上 东南方就是神信字 神同字 都是代表东南方 而东南方 今年是一个病位 今年二黑 飞到东南 可以说 亦都代表了 这个现象 似乎 多了一些情绪问题 或者一些 病痛 例如 腸胃皮肤问题 或者地理环境 容易有一些 例如一些火山大的地方 东南方 因为 这个立下八字 火土很旺 地之两个自火 甲己合土 但甲己合土 也变成土 土会为山 泥地 山 火山 会否在方位上 出现一些 有火山爆发的现象 在五行上的论说 我们可以这样看 而经济上 火生土 其实我们可以 会否这个火土 其实是什么 因为 土代表本地 我们现在 以这个八字去看香港 好了 好像一种 观感糖水滚糖鱼 但是 亦都可以 有一种现象 火生土 土为土地 对吧 火为印星 亦都会 有机会 那个 楼市交投 都是相对比较暢望的 但是 都是那句 刚刚都说 暢望反暢望 不代表楼价升 甚至乎 如果政府 推出一些土地拍卖 都会 相信 都会比较理想 如有推出的话 是吧 不过 都是属于一种季度性 因为始终 现在立下八字 都是看三个月 即五六七 好了 如果说到 几字月就是五月 说到每个月去看 再细分一些 六月 六月跟五月 会否在跟五月上 有机会一种 火山爆发的现象 哪里爆 东南方 东南方 或者东方的区分 都不离不开日本 即是日本 但日本 如果在地理环境 在我们望上 叫东北 是吧 东南方 可能是印尼国家 印尼爆发的一次很厉害 其实我经常都说 五行的信息 是好又好 不好又不好 你又不能够硬 走去自己主观意识 去说它好 或者不好 总之 火土为用 因为这个命盘 我会 应该说立下八字盘 我会看它是火土为用神 尤其是火 那会不会在经济上 稍微好一点 其实在八字理解 我相信不会 都是贵度性 但不要忘记我们 而自火和神土 它都是什么呢 都代表了 不是 应该说它有藏江 藏江藏了一些什么呢 藏了一些商食材 其实是代表了一些隐忧 而正正 因为自火和神土 都是东南方 其实在香港的地理环境 属于中国的东南方 就不是正南 而加上我们在说 譬如 一个 二黑的病符声 今年在东南方 当然 你说会不会在这个季节 有一些叫做 疫情或流感 会出现了一些大问题 暂时始终火旺 我觉得是不会的 所以不需要太担心 但当然也不能忽略说 那些流感性的过滤病毒 因为我身边自己认识的朋友 或者我的学生 最近都一样中了COVID 又还有COVID 是的 还有COVID 检测也是中了人性 但又很轻轻 轻了很多 喉咙痛一点 反而流感出事 流感反而更大事 不只是喉咙痛那么简单 会持续发烧 低消 我身边也认识有些人 是这样的 但在夏季始终火旺 所以这件事 就不太担心 最重要是自己保护好 做好运营的方面 如果说在旅游业 相对我会看 始终香港现在都经常说 希望吸引多些 游客来香港消费 你不要管它消不消费 或者消费多少 当然我也知道 这是重要的 但好像我们说 《立春八字》都说 我会见到 当时的情况 《立春八字》就是说 很强的木局 应该人流多了 客流多了 有个统计数字 好像数字是多了 但消费力 多了什么人 多了什么人 但消费力 是意境的字眼包装 但怎样都好 人流多了 但今个夏季 我见到 两个字火 我们形容为逆马 似乎外出多于 多于来香港多 如果说人数 出多入少 出多入少 会有这样的现象 这个我们就 用字火去看它 而形容甲木 始终甲神年 有甲己合肚 大家见到甲木 是坐着一观星 甲己合肚 木是黑肚 会不会说 有一些文官 尤其是大眼颈 会有一种 官场大执位的现象 为何你会提到大眼颈 四眼 甲木 甲木 是 甲木 是四个口 好像当年 这个真的不是马后炮 任人年 超哥 都未做特首 当年的立春八字 就是杀重 杀就是甲 因为当年的立春八字 是甲人士 整处是杀 我在节目中也说 超哥在做特首 我都没有看他个人的八字 我都已经说他在做特首 大家可以看回那一集 甲不信 杀就是代表母职 甲木还不是他 是不是整个人都出来了 对不对 你对应而已 所以我会看 诶 似的一些 当然 现实世界 在香港也有很多人 弹颈 是吧 有多少人不弹颈 我就很难 也很难说 也说不到是谁 但现象就是这样 你只能够对应 甲木 咦 跟木有关的明智 会不会是呢 大家拭目以待 就是我说大执位而已 执位不代表很坏 是吧 钓跡很正常 是吧 私人机构 时常都会有 时有发生 是吧 这个就是 其中一个看法 但也在整个八字的结构 也看到 这么重火土 会不会跟一些大型的车辆 例如巴士 是会多了一些交通意外呢 如果真的有缘 做司机的你 是吧 而你这样驾巴士 真的要小心 这件事 这件事 这件事是吧 巴士的意外 有的话 伤亡数字很高 是呀 即是有这个现象 但是 一年是年初一 是呀 甚至乎有一次司机发脾气 是吧 搞到整个车炒了 有这个现象 这些现象 我们会看到 其实都是五行类像 可以看到的 所以大家 如果做司机的人 不论你是否驾巴士 其实是驾车的司机 尤其是大型车辆 大型车辆的 就更加要小心 即是打升十二分精神 甚至乎有机会撞树 因为鸽木 鸽木 鸽木是一棵树 那会有这些现象 也看到一件事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早年初 我们不是说一个扶基 是吧 那黄大先师就跟我们说 买金 是吧 金价力一追 是吧 即是你会看到一件事 其实金价在现阶段 在夏天火旺的黑金 即是有机会在现阶段 黄金是有回调的 回调了 如果入市好时机 那你不妨把握下 是吧 因为看秋天 金价一旺 大家都知道 通常经济不好 战争又多 那会怎样 金价就升 是吧 避险的一个工具 所以如果真的 有金价回调 大家有能力 不妨想想它 即是这个 这个看法 有这个现象 但是始终 火生肚 吐槽不生金 所以我们会有一种 即是这个现象 看这个入市时机 当然你不用急 再可以看看 譬如五月尾到六月头 这段时间 因为下个月 今五月 火烧金 是吧 即是火还是黑金 是的 火还是黑金 金你指黄金 你这样理解 但是金 如果在八字的十辰来说 代表了什么呢 它是代表了相食 相食是代表表达埋怨的东西 嗯 亦都可以说 在下个月 就可以 会不会 很多 即是因为那些金 代表了相食 即又是说食肆 是吧 火黑金 即是说 继续在食肆 饮食业方面 经营都是继续困难 是吧 再加上这个相食 亦都代表了市民 市民来说 就代表了 可能多了一些 不开心的现象 又不开心 已经很不开心了 更加不开心 即是说现象 就是这样 当然 纳下八字 其实是 格局很漂亮 但是你不能忽略了 一个流月上的五行 那些力量 所以我们就会看这件事 我就会这样理解 当然 好不好 亦都当然很在乎自己 怎样去对待那件事 凡事就是什么 心态 至于这个金 亦都除了刚才所说 譬如一些对饮食业 金除了饮食业之外 当然你不能忽略了 和娱乐事业都有关 是吧 而金亦都代表了西方 代表西方 比火是黑 即是说 火是不是南方 是的 火是南方 火黑金的现象 代表了什么呢 尤其是今年五黄在西方 会不会夏天多了一些 在西方国家多了一些更多的 争拗 甚至乎吵架等等 这些现象呢 这就是我们这样看 正正今天也有一宗新闻 虽然发生不在香港 而是发生在广东 广东 新闻有报导 在网上看到 就说有高速路面 凸塌塌塌塌 这样的车给�ぞ落 到地底 就开灼 mantap 对应到这个立下八字 好似死人 暂时看是绝了十九条生命 三十人伤 真是像这个现象 你看回自火在地支 地支即是在入面烧 泥土就是土 天干两个几土 但未到立下就已经出现了这个现象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有些人觉得你牵强对号入了 就算你当我是这样说 但现象就真的这样出来了 你怎样解释那两个自火 还有天干几粒土 几土木土、甲几合土 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现象 在这个立下八字就看到这些 当然这些是其中一种看法 当然要看对应有什么问题 问下去我们可以再由这个八字解构 因为八字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对应问题 去解说五痕 因为五痕的类障实在太大了 但是如果就这样去想 这个立下八字就看到我刚刚所说的那些 包括了 甲晨年 无晨时 晨晨也都自刑 智刑也会代表什么呢 很多时候出现了一些 自己想一些负面的东西 影响了一个云情 但是如果你说人 就是人的自我思维 但是如果你说地方 就是说 很造就就是说 土是结比 就是说 贫辈之间 或者关系与关系上的人物 都容易出现了一些 暗中的一种 刑就代表不开心 大家相处得 其实表面好像很无事 实际当中来女的心境 都是大家就是 你以为我以为你很不开心 智刑 就是可以自我内部斗争 内部争扎矛盾 这些现象 我们就这样看 这个立下八字 但是最重要是什么呢 注意 因为始终神字 都是与东南方有关 所以一些好严不好 今年 今个季度的东南方 就会比较多时端 东南方是吗 对 东南方比较多时端 而且你几字和几字 是不是一对 咦 亦都可以解说 好像一些双胞胎的问题 怎样双胞胎 双胞胎的意思是 一些东西重叠 好严不好 它都会重叠 双胞胎的东西 亦都可以解说 解构为什么 一对孖仔 或者大家 同一样 这么上下 身份的人 这么高这么大 贫辈的关系 这些东西就会 好不好也好 它都会有一种重叠的现象 这个就是 从立下八字看到的 一些类象出来 如果你说 大家还有楼 还有楼想买卖的 应该想卖出去 你又趁这个下跪 即是有人肯接货 又不肯接货 你就不要计较 速放 否则我怕你拦走 是否 承接力问题 因为都是趁这个交投量 还是暂时在下跪 互弱的时候 我认识一些在做地产的那些 包括我的学生 我都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做地产 身边的朋友都是 你们就很趁在秋天 入秋前 尽量做好 否则 秋天之后 可能成交量就会减弱了 当然就看自己能不能把握 这些事在人为 但是刚才我们说 如果你的价格越低 现在还在供应那些 就很痛苦 是的 这个不用说了 大家知道 你JOP的时候有报导 就是说虧两成 三成 甚至乎有些虧了九成 都有 有一宗 铺位只有八万元成交 是吧 总牌的事 那铺位有多大 不是很小的 只是几十尺而已 OK 是的 但是他买的时候 好像整个球 跌了九成 我说了 那时候你真的看得这么乐观 人是悲观少少好些 不可以说悲观 我认识是居安私危 不要用悲观 居安私危会好些 但是有几人能做到 当一个零买当头起的心态 个个都跟风 很自然就有能力 那些就跟着入 但是运势 始终人有人运 地有地运 是吧 人运不及地运 始终所以这件事 都要看自己 资进退 在五行的学理上 我们其实经常说资进退 那你这个南华八字 看到黄哪些行业 黄哪些 和火的行业很简单 我们这些行业 是的 跟文化 还有什么呢 电 和电 和电力有关 比如电车 燃油的东西 电动车 你所说的 是电动车 不论是在街上行的电动车 或者一些叫娱乐玩的电动车 还有燃油 石油 是吧 和一些扮靚的行业 美容的东西 文化的 或者IT 这些都会相对比较好的 凡是有电的那些都可以的 没错 只是说这个季度性 但常常大家都说火运 但最紧要看当时的格局 火运是地运 格局即是一个人 你是不是自己也是走运 你不是的话 地运走火运 其实与你没什么关系 如果你命格忌火 反而没什么助力 反而还 如果你命格忌火 是不是这下年都很一样 不可以这么说 只能够说252627 因为蛇马羊 其实很容易理解 假设你在1920、21、22 这几年都是好的 赚钱多了 或者人觉得 顺心、顺意、顺利 未来的火就代表了你的忌神 因为你在水运的时候 害子丑 在水运的时候偏向好 到火的时候 就会开始弱 你这样理解 你做一下自己的心理准备 知道原来我在水运的几年 是偏向好的 但火可能会差一点 我们这样理解 所以如果在季度上的行业 火土那么旺 就会说地产 火就会说燃油、电、美容 其实美容是什么时候都适合的 因为人总要装扮 尤其是女性 所以经常都说 女性钱是最好 所以我很多时都鼓励 现在的女性 去做美容 做的那些当然是好 因为已经做要开 踏入火 这个地运 对它来说更加理想 尤其是如果它五行用火更好 但这些是很个人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看的纳下八字 我们就看到这件事 都是那句 如果在经济上的层面 其实主要是看一个不太理想 大家都是要识谷防机 不要乱使钱 其实都不用说 人们自己都自然会谨慎 现在哪有人有大信心花钱 是呀,谨慎了 你现在不是说我们小市民 是呀 连你的大财团 他们现在哪敢搞一些大的项目 是呀 所以很多时都是 甚至听说连这些大财团自己都在水 是呀,某些大机构 又报道很多 地产商等等 那些都不行 一些业绩 所以这个是时势役 是吧 气承转合 是吧 用这八个字形容 时势役 气承转合 是吧 但是转合好不好呢 就看你怎样看 是吧 当然我们经常都说 香港是以现象或比例来做一个主导 是吧 肯定有人好肯定有不好 是吧 最糟糕的时候都有人发达 是呀 最糟糕的时候都有人破产 是呀 不过正如刚才也有报道说破产 负资产 三万多 三万多 负资产不等于破产 看看银行是否负资产 它不负资产 它不负资产 你都会继续在中间 但是多数就是 如果你去到很极端的情况 你就不人不破产 是呀 就是这样 但是即使是这样 其实大家都可以开心的 那不穷有穷开心 不是 穷风流恶化 是呀 就是你要调节那种心态 是呀 不过最后可以问 喂 即是夏天很快过 是呀 是呀 现在都不远了 几个月 之后纳秋是否更麻烦 纳秋我看过一刻 真的不是那么理想 纳秋的时候可以再 纳秋前再讲一讲 但是如果以纳春八字 反而最怕就是九月 即是中秋那一月 即是我们叫有月 是吧 那个叫贵有月 因为在纳春八字 就填实了新有率的金局 金重木轻 那你回顾回 你看今年的纳秋八字 如果懂八字的人 不妨可以细心再看看 那个秋金 对于起用的力量有多强 而得出就是说你容易去理解到 那个正面或者负面 那我们都是捉起忌的看法 就是这样 好 我们今天差不多了 今天假期我们就早一点点 收工 恭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假期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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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